一起上台带有希望的大台词教育大学巨城 两年一度的台北教育博览会 7月2号 3号两天在花博珍宴馆登场 教育局以去年推出的教育白皮书 十大好学政策为主题 设立十大特色展区 包含自主学 跨育学 健康学 实践学 创新学 幸福学 乐龄学 共荣学 永续学 全球学等 呈现北市教育的亮眼成果 我们除了呈现出我们的亮丽的成果 也在告知整个我们台北教育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再经过这样一个博览会 我们每人提升我们的教育视野 大家都知道去年当局长带着之下 就重新也呈现了所谓的教育白皮书 那今天我们就扣了白皮书 这么十大好学 内容包括了有友善又保 包括了有我们的世性教育 有我们的自主学习 有我们的人文校园 有我们的永续环境 也会有我们的体育发展 也包括了我们的科技跟技职教育 还有我们的国际双语教育 以及还有我们的乐林共学 所以这些呢 包括在我们十大好学的范围之内 副市长林一华也到十大特色展区 进行体验活动 透过每个展区的呈现 让大家看见不同的教育面向 同时学生可以展示学习成果 老师也可以将展览呈现的内容 带入教育现场教学 我们现在是求学的单位 然后我们主题是AI创意家 所以其实我们设计了28个国家的主题人物 还有28个国家的亮点 然后首先比如说像这个呢 大家猜猜看它是什么人物 那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对它是埃及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埃及的配对是金字塔 法老王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一张呢 OK是埃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玩AI创意家的AI游戏 我们会利用这个网页 我们扫QR Code之后会进来这个动画的网页 然后这个动画网页呢 它可以直接扫平面的静态的照片 然后扫完照片之后 它会直接抓那个人体的动态 然后它把骨架还有表情都抓到之后 你只要按下面的动作 然后它就可以改变它的动作 然后变成在跳舞或者是在走路 或者是做各种滑稽的样子 那这个其实平常如果用画图的方式 也可以做得到这个动画 只要小朋友自己在家 然后用手绘的部分 然后去画 然后画出比较明显的四肢 然后五官 然后它扫到这个软体里面之后 它会自动抓取它的骨架 然后就可以自动生成这个动画的样子 其实用AI的教育方式主要是首先 当然在知识配对上 它比较类似国家的桌游 可是对AI教育来讲 应该是说我们让孩子知道 从平面转化成动画 基本上因为AI的关系 科技发展的关系 现在只需要几个按钮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 把往以前的就是很复杂的动画过程 把它很快速的展变出来 而且重点是它可以传给自己 变成一个影音档 而这个影音档可以后制成为更长的小短片 或者是能更长的电影制作都可以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叫做非牛顿流体的东西 然后它是典型的就是吃软不吃硬 像这样子你用力的锤它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点像固体 但是当你轻轻的它就会有点变成液体的感觉 那它这个东西的原理的话是因为当你用力的时候 它表面会受到一些冲击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保护 让它变成一个固体的东西 因为至少有十字以上 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玉米淀粉 它调配的比例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样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它不同的容器 它的底面积 就是你的粉加水倒进去之后厚度会不一样 所以说就会形成一个 没有办法就是形成非牛顿流体 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近年来台北市教育 在国内外评比都获得优秀成绩 教育绝对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是培养未来世代的关键 也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包括我们2023到2024 在英国我们有个经济学人智库 我们在全球的宜居城市里面 台北市继续得到什么 教育的满分 有没有厉害 给自己掌声一下吧 这掌声是给各位的 第二个呢 我们在一样远见杂志 在去年我们也有各县市的一个 我们叫总体跟永续竞争力的调查 教育跟文化面向 台北市一样是第一名 再来来讲一个天下杂志 永续幸福城市大调查 一样的在文教面向 我们大概也是第几名 大概是第一名了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报告就是 教育绝对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培养未来世代的关键 它不只是成就每一个孩子 也是让我们整个市 整个台湾面向世界接轨国际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跟我们的来源 台北教育博览会将进行到7月3号下午4点 现场还有闯关抽奖活动 7月3号下午1点主舞台将举行双语论坛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参加 感受台北的教育魅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好